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 6 7 8 走 你好 黄老师在后台等你 注意眼神 注意眼神 这边请 谢谢你啊 愿意接受我的采访 你知道我等你多久了吗 抱歉 让您就等了 你的女性艺术家专访我的抗 坐吧 谢谢 也恭喜你啊 这次演出这么顺利 在舞蹈界你很收好评 我只有十分钟 你就打算跟我说这些吗 行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我听说这次演出之后 你就不会再跳舞了 请问这是真的吗 是啊 跳舞不就是为了表达吗 但是我已经 没什么想表达她的了 那现在是你最好的事情 最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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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舞台上是挺光鲜的 但是我天天跳 跳了这么多年 跳够了 你知道吗 有很多人想用你这样的机会 但都得不到 你说放弃就放弃 你不觉得可惜吗 我为什么要管别人怎么看 你怎么看的呀 你怎么看的呀 我 我希望你能跳下去 你从小就在跳舞 你从小就在跳舞 一路走下来也还算顺利 那么多人喜爱你支持你 干嘛现在要放弃呢 我想知道你真正放弃的人 对 曾经有两个小女孩 她们是特别好的朋友 她们一起跳舞 一起表演 后来 她们排演节目 一个女孩 被选成了首选的A角 另外一个女孩 成了被选的B角 但是演出那天 A角女孩 却没有出现 B角代替她得到了演出的机会 从此 走上了职业舞者的道路 一直以来我都是被选择了 但是现在 我想自己选一次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还在为我当年的布告 而别更乐于还 我们这边准备好了 好啊 你是不是还在为我当年的布告 你先忙吧 我走了 小枫 那替你为什么不要来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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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会羡慕 我羡慕你 还能继续站在舞台上 其实 就是 我才是羡慕你的那个人 因为代替了你 我得到了成功的机会 但是 我也一直活在别人的期待里 我的人生呢 因为一个意外 改变了轨迹 但我从今开始 你也可以 是 是 小枫 你天生的热情 让你在巨大的困难面前 都没有放弃 还能找到新的赛道 我也想跟你一样 去找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